紅師兄這麼一說啊 真的是讓我感受到回家的感覺真好 其實我的心啊 都跟大家在一起 真的啊 這話絕對不須講 絕對不須講 那 除非沒看到我的時候 其實真的就是 生意最好的時候 有事情的時候 不一定生意好 如果生意好的話 也是托大家的福 感謝 所以說你要講什麼 其實該講都講過 到次啊 到次有跟美雲師姐 還有中夫師兄也都提了一下 覺得就是說 那是美雲師姐的 是不是也有提到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 放生會啊 應該師兄們應該大家 更積極一點 那像上一回 非常寶貴的一個機會呢 這個 我這邊很慚愧 就是上一回 這個 就上禮拜的事情嘛 對不對 那個 三子系列 三子系列 我們也沒有跟大家 跟著師父過去 剛好 也是有事情 就這樣 不是 洪師兄說了 是去賺錢 不是 那 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放生會啊 其實 團結力應該都很夠 相親力都很夠 那我們大家應該怎麼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熱 把這個光啊 應該是發揮出去 讓更多的人來分享 尤其 放生會附身 大家心得那麼多 功德也做了那麼多 我們不應該啊 不應該怎麼講 太吝嗇 在自己在那邊享受那個功德 是嗎 對不對 真的啊 我個人感受是這樣子 所以上次跟中路之外 每天師兄啊 剛好有一個機會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 尤其我們師父 講法講那麼好 講法講那麼好 那 每個禮拜 就固定我們這些人在 在享受 真的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覺得 我們有點稍微自私了一點 或者說我們的積極性不太夠 那我 只要是佛弟子啊 我相信大家心裡 一定會有一個心願 尤其是大聖佛講 希望什麼 能夠行菩薩道 希望能夠行菩薩道 那不管做不做的道 總的來講呢 能力多少 做多少 那眾志成成 那大家呢 聽經文法那麼多了 放生復生功德那麼多了 應該把這個 把這個機會也好 這個散緣也好 能夠跟更多的人來去結緣 我覺得這個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那個 靜忠學會那邊 他們都知道我們每個禮拜天啊 每個人都知道 而且就是他們 有些老白就來啊 我們沒有現場說不能來嗎 他們都歡迎每個人來啊 我沒有說不能來 沒有沒有 我沒有說不 我 怎麼說 當然知道了都知道了 來了再把它發揮出去 對對對 因為怎麼講 畢竟你看泰國華人 泰國華人 你看那麼多 包括你看很多 不會講華語的這個泰國人 他們來到這邊 他們感受啊 所以說佛法講的是心法 以心一心啊 以心傳心啊 大家可以感受到 大家的心都是可散的 所以我個人感覺就是 不過 希望呢 有更多的機會 跟大家來結緣 這樣很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在金融學會那邊 也拿到好多的書 很感謝金融學會 那 金融老法師這樣子 注意了 那麼多的金書 然後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呢 就剛好很好 你看我們是跑外面的 跑外面來的 時間金 汽油錢都在固定在花 那能夠剛好附帶的送了幾本書 給一些好朋友或客戶 這不是很好嗎 現成的 不多浪費時間 或不多刻意去 再做額外的發揮 開銷 不需要 所以我個人感覺是 就是說從這個出發點 我個人感受 再加上我是覺得 大家真的是 真的是蠻好的 就是說是不是有 看大家能不能及時廣一下 看現在也 也九月份了 很快 年底又到了 十月十一十二月 欸是不是大家呢 是不是在明年新的年度啊 大家來 來 大家來 站起來 來走出去 是不是 真的是我是覺得大家 真的是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 是有這個宏願啊 那當然啊 總是呢 需要 需要 大家起個頭啊 或怎麼樣 我這邊就是 個人一個感受想法 是這樣子 感謝大家 感恩師父 阿彌陀佛